沿街售卖的饮品,为什么气泡饮料最畅销? 我们在泰国陪孩子读书的这两年里也结识了不少的泰国朋友 最近就有一个泰国朋友问我 在你们中国街边的饮料店里面什么样的饮料最好卖 为什么他会提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想要去骑小摩托车沿街售卖 或者是在海滩上或者是在公园里 让我帮他推荐推荐 其实他这么一说吧 我就开始怀念泰国的奶茶了 奶香浓郁,茶香四溢 夏日以来上一大杯真的特别酷爽 而且价格特别便宜,才几十泰铢 核算下来也就几块钱一杯 现在国内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 让我就越来越怀念在泰国放肛不羁的时光了 期待疫情赶快过去,我们能快点回去 我去转了很多的饮品店 然后入手了这个制胜法宝 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出国的这两年明显提高的技能 你猜是什么 是花钱的技能吗 不对,是动手的技能 以前总是清闻老外什么都怪 心里半信半疑的 就出了国才发现 国外的工人那是珍贵 我有一次给工头坏了 没经验 找当地工人收的 就单这手工费啊 就收了我500台铁 和120大元 这给我心头坏 你们猜得出这个是什么机器吗 我先把它安装上 不用插电 已经安装好了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别眨眼啊 泰国可是水果大国 遍地都是各种的平正果汁 咱们这冰块一放 随便加点果汁 一下子是不是就比 瓶装饮料品质很多 这在沙滩上公园里 骑着小摩托车 沿街随处都可以手卖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真正到那又累又渴的时候 来一杯冰镇的苏打果汁 真的保证让你第一口 就能浸入心田 马上回血 但是我呢 就发现一个问题 在泰国呢 苏打粉往往只有水吧才有卖 就是周边叫卖的商贩呀 他们不卖这个 只卖奶茶 因为直接炖冰炖奶茶就可以了 但其实呢也确实是 因为呢在泰国卖的这个苏打水 都是玻璃瓶子的 它随身带着肯定特别笨重 它又没有这种苏打水的机器 所以它是不能实现 沿街叫卖苏打水的 所以呢我就在市场上发现 这个小气泡机 它呢不用插电 而且呢这一个小小的小气瓶 它就可以做50升的气泡水 那相对于玻璃瓶子的苏打水来说 这个基本上成本就很低了 最重要的是它只要买了这个机器 它换气它是免费的 那要是这么一算下来 那后期的成本几乎就没有了 或者呢像我这种不太爱喝甜的的 而且减肥健身的这些人士 我觉得爱喝带气的来上这么一口 绝对可以 想一想我还是挺机智的啊 你们说疫情过后呢 我肯定还是要带孩子出国读书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趁现在 好好地研究一下海外的生财之道呢 和我们的这种可能性的 那是我们不动就会 三小时